这里是慈湖 蒋介石逝世后安葬的风水宝地 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病逝于台湾 在战时退守台湾的当时 蒋介石并没有预料到 这块土地会成为他最终立足的地方 死后他选择在台湾桃园县 这个宛如第二个故乡的地方长眠 为了顾及蒋介石的领袖身份 因此遗体是比照教宗下葬时的扶官方式 以工人瞻养 圣 death